这恐怕是神仙都难以走出来的棋局 今天这局屏风马飞刀 可谓是开局就直接扔出棋局飞刀 打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咱们就快速进入基本的棋局 黑方形成屏风马 前面红方的走法有进鞠过了压制 还有马八进棋 快速左右均横出动 本局他采取武器炮 将来七路炮瞄准咱们的三路线 接下来黑方主动采取进攻 进炮封局 同时窥视中兵 红方冲兵 目的是要打通三路线 黑方只好回马 避免先手被威胁 那么在这里他调转兵头 目的是依然是保留炮苗底下 同时小兵在巡河一带 形成一定的小小威胁 好了走到这里 我们来看换作是你的话 接下来有没有奇思妙想呢 黑方直接来一个 中路先手一将军让人意想不到 此时上马吃炮的话 显然丢局啊 你捕后中路的话 黑方先手吃完局 掉马离山 依然是保留炮阵中路的先手 那么在这里 红方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反手一将军 就把蓝体交给黑方 现在你上马吃炮的话 这里丢局 而且我始终还有上马先手踩你的炮 那你捕后中路的话 我先手吃掉你的军 当你回来吃的时候 咱们依然是上马把炮给吃了 看起来红方是很占便宜 但是黑方扔出弃军飞刀 直接上马吃炮 黑方进军一吃 此时黑方之所以敢弃此的话 目的就是保留中路的进攻 先手退炮 保留这个炮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红方此时吃完局之后 目的就是要很明确 要加快回防 他如果说退一局 跟住这个炮的话 那在这里黑方是有妙手的 上马可打局 那现在你局走不走开 咱们都有中路重炮将军 比如说品鞠吃掉马的话 先手来一将军 当你品兵挡住中路的时候 抽刀断水 这里很明显的炮打局的话 将来形成天地炮 先手的优势 那这里如果说尝试或者飞下 咱们都把这个局可以给打了 当然你四次进武的话 打完局之后 先手还描底下 这里还没有出帅 先手形成蒙公的杀旗 因为黑方是始终先手进攻 红方是步步回防 此时将来跳出窝线 在城市也是巩固阵型 那么这个走法 咱们就在这里稍作演绎 我们回到今天的棋局 看看红方 他另外的走法就是品兵到中路 目的很明确 威胁马同时切断你这个炮跟 你就没有摆炮到中路的这个走法 那么现在威胁马 咱们直接避让一手 这步骑还不容小事 借给中炮伸根 同时一旦走到马三进四的话 将来挂脚 卧槽 抽居 还有浸泡底线 这匹马 在前面我们讲过很多 相卫马 进可攻 退可守 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所以红方赶紧浸泡 卡住马 不让你进攻 此时黑方来了一招 四两拨千斤 浸泡瞄准中兵 无论如何就要把这个小兵呢 给消灭掉 你进兵的话 回马一吃 将来这步起来是先手 重炮杀旗 红方只好选择率武进一 此时黑方就快速形成攻杀的手段 中路一将军率武平四 再度启用后方力量 准备兆头就来一刀 当然为什么没有率武平六呢 接下来大家就会发现 红方的目的是可以退居将来防守 当咱们品居将军的时候 他可以品居打一步枪 好了 走到这里你来看看 如果你是黑方的话 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品炮将军呢 这个走法呢 我们现在推演呢 也是成立的 比如说品炮一将军的话 他如果说来中路 咱们退炮回来 将来上马呀 这个攻势不容小视 或者说品炮将军他还抽军 当然黑方品炮将军的时候 红方比较好的就是把军走开 这里此时品炮一将军 军在站中路 那这里把马往前进攻的话 也是指日可待 还有咱们退炮回来 退炮上马 也是比较厉害的棋 当然还有 如果说红方品居吃炮呢 这个走法是最为眼光招 品炮一将军露出鞠 现在很明显呢 老帅来不了中路 你也是仅此一步品居打一步 进去一吃先手将军的话 再把这个炮抽掉 将来黑方是多大子 红方是率位不安 很明显黑方能够锁定胜局 好 这都是我们演绎的一些走法 我们回到棋局 看看黑方 实战中 他直接采取 进军吃炮鞠 这步棋让人还是稍微匪夷所思 直接给你对掉 对完之后呢 平炮一将军 目的就是削弱你的防守 使得双马双炮 加强前方的快速攻杀 那现在一将军的话 首先说明 他是不能走 帅斯平武了 因为快速上马一将军的话 这里一将军反把炮也给抽了 首先说明 四路线来不了 六路线的话 直接马后炮杀旗 也不敢退下去 重炮杀旗 坚持一步 率武进一 此时上马 吃掉炮鞠将军 还把马给抽了 当然 也有比较潜在的 跳马卧槽将军 先手把军给抽掉 将来呢 黑方双炮双马 是有进攻的优势 反观 红方率为不安 这也是 红方容易失败的地方 好 我们走到这里 依然返回来 所以当黑方 平炮将军的时候 红方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把炮 给走开 黑方平炮一将军 只好来中路 接下来 快速上马 那在这里前面 我们讲了 他是左右来不了 退下去的话 这个很明显 一摆当头炮的话 直接信的 下一步棋 重炮杀起 是不解的 所以 返回局面的话 红方只好上三楼 此时 咱们再来一个 摆上当头炮 这步棋目的 还看不出来 什么原因呢 黑方为什么 没有跳马 卧槽将军抽军呢 这也是快速运子 为杀起 提前做准备 那么在这里 红方 赶紧 居酒 禁一 防止这里将来抽军 黑方就快速加大进攻 平炮一将军 仅此一步 避让开来 再来平炮一将军 只能来中路 此时呢 我们来看 好像这里 双炮双马 人手不够啊 跳出窝西马 下一步棋 马跳中路的话 就很明显有杀招了 当然 红方还可以 上马挡啊 这里他采取的双马 将来形成的双马 护住中路 好了 我们且看 黑方是如何进攻的 跳马一将军 红方跳马挡一步枪 此时 马炮双将 中路炮将军 跳马又将军 他也是仅此一个地方 可去 那么走到这里 看起来双炮双马 进攻不动 只需要一步棋摆炮 这里有没有杀呢 很明显 平炮就是杀 这个马是走不开的 因为正好 守住了这个马腿 那怎么办呢 也是仅此啊 退炮 想要通过弃子解围 黑方不理会 把拳头收回来 下一步棋 依然重炮杀棋 红方赶紧跳马 目的当咱们重炮杀的时候 他可以打一步 黑方退 不给你任何机会 好了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帅是哪里都动不了 中路来不了 被这个侧面的马呀 高调马 死死的给守住 然后重炮杀棋 那么接下来无论是怎么跳马呢 还是品居过来 想要吃马防守 他都是来不及 咱们直接 重炮杀棋 可谓是开局弃居 势必 造成对手 错不及防 给他来了一个 重重的一拳 最后形成了双马 双炮 锁定 杀棋 这个正在炮杀棋 所以我们在炮杀棋 我们来 cyl看